当年费翔在春晚舞台的这一跳 差点把导演给吓冒烟了 1987年 27岁的费翔在央视春晚上大秀迪斯科 春晚舞台秒变蹦迪现场 也正是这一牛让费翔火速出拳 成为万千少女的梦 原本费翔在春晚上要唱的歌是故乡的人 导演无意中听费翔唱了一段冬天里的一把火 觉得这首歌非常符合春晚的热闹气氛 于是在故乡的云的后面 又给他夹了这首冬天里的一把火 因为那个年代不能跳太过奔放的舞蹈 所以在彩排的时候就让费翔简单做了几个动作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上了舞台的费翔彻底兴奋了 直接跳起了迪斯科 然而费翔是跳过瘾了 可苦了后面的工作人员 直接被领导要求切换人物进井 不要把费翔跳舞的动作露出来 然而导演觉得费翔跳得挺好的 切换成进井后又换成了全井 这下直接惹怒了领导 直接训斥导演如果不把画面切出去 就把他开除 也正是因为导演的这一举动 才有了春晚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另外费翔在舞台上跳的舞 也都是他自己现场编的 只是没想到后来会那么火